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珍妮乔 有远见的父母都有点心寒 成绩代表一切吗 最近孙洪蕾把这个话题推上了热搜 3月13号教师关启君表达了如今教育的无奈 现在衡量一个孩子是否优秀的标准就是学习成绩 孙洪蕾随手转发了一听并且感叹 学习成绩是一切吗 愚昧 话一出口就引起了热议 有人认同孙洪蕾的观点 觉得学习不是最重要的 也有人说成绩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最直接的机会 成绩对一个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曾经有一部六分钟的短片 成绩单刷爆朋友圈 短片讲述了三个不同阶层的家庭 却同样因为一张成绩单爆发了一场家庭危机 这些家长中有县城的餐馆老板 有大都市的白领精英 还有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的全职妈妈 无一例外 他们都把一切给了孩子 为了供孩子读书 气早贪黑 忙忙碌碌 想让孩子将来有出息 他们可以忍受难缠的顾客挑剔的老板 冷漠的丈夫 可是却被孩子的一张成绩单彻底击垮 很多人不明白 父母为什么对孩子的成绩有这么强烈的执念 我想不是为了面子 更不是为了养儿防老 而是担心孩子因为贪图眼前的安逸 而在将来付出更大的代价 2008年为了批判教育制度 安徽男孩徐孟南在高考试卷上 写满了自己的独立宣言 也因为这张零分考卷成了网络红人 可是十年之后 这个零分考生却又重新走进了考场 承认自己当初做错了 这十年里 他辗转四方 做过各种苦工 组装广告箱 造紧盖 包装产品 吃尽了苦头 每次换工作 都要格外留意学历的要求 为此高中毕业的他屡屡遭遇挫败 那个时候他才发现 成绩无用论 都是骗人的 所以他又重新开始学习 想要弥补过去的遗憾 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如果当时有人劝我 我一定不会这么任性 成绩 虽然不是一切 却能够阻挡你得到很多东西 孙宏雷的微博评论区里 有一个回复很扎心 作为一个初中毕业 却有电脑天赋的人 想进华为 腾讯 可能吗 这个世界很公平 你人生的每一步 都是在为未来铺路 孩子 我为什么苦口婆心地 劝导你用功读书呢 不是想要利用成绩去绑架你 而是为了你今后的生活 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 世界上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 我本可以 世上 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只有日积月累的坚持 十几岁的时候 所经历的困难 和练就的毅力 才有可能使你 拥有今后的成就 朗朗的父亲 朗国润 在我和朗朗三十年中 讲述了儿子练琴的艰辛 两岁开始学琴 每天练习至少八个小时 可对此 朗朗却很淡定 有些能力 的确是天生的 但是天赋 并不意味着 你会通过更少的努力 获得更大的成就 人生是一步一步来的 走了这一步 才有下一步 最怕你在最好的年纪 选择了安逸 可能要用后半生的岁月 来弥补 直呼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成绩代表什么 点赞最高的回答是 成绩是你对一件事的 努力程度 著名作家刘庸 有两个孩子都很生气 儿子刘轩是美国哈佛大学 心理学博士 女儿刘以帆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 刘庸一直坚持 严肤教育 培养孩子 切而不舍的精神 他说 成功需要很多因素 有些因素你无法掌控 比如你不能改变你的出身 人们的智商也是有差异的 但这些都不是成功最重要的条件 在我看来 许多人不成功的原因 归根到底 就只有一个 还不够努力 去年11月 世界十大奢侈舞会之一 巴黎明远舞会上 任正非的小女儿 姚安娜 首次亮相就刷爆朋友圈 能够参加这场全球 只有20个名额的盛宴 让无数人羡慕 可是却没有人知道 姚安娜有多努力 他从五岁开始 练习钢琴 书法 绘画 九岁的时候 把兴趣锁定为芭蕾舞 11岁去上海 开始专业学习 后来 姚安娜 进入哈佛大学 主修计算机和统计 学业负担很重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但是他一直坚持跳舞 才有了今天舞会上的 窈窕淑女 他说 父亲虽然很厉害 但是他并没有打算依赖父亲 只想靠自己的努力 换取真正的独立 曾经 韩寒在高二退学 意识激起千层浪 给了那些成绩平平的孩子 莫大的勇气 面对父母的教诲 挺直的脊梁 不上学我也能有 其他的作为啊 可是 2018年1月 韩寒却在微博坦言 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 说明在一项挑战里 不能胜任 只能退出 这不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的永远 是学习 这两个字本身 学习 不分地点环境 值得每一个人 终身努力 生活里 有些孩子未病聪明过人 他们 或许有自己的天赋 和热爱的东西 但没有一种成功 不需要努力 一能敬的儿子 小王子 三岁的时候 就爱上了画画 也很有天赋 但孩子毕竟是孩子 所以在画得很累的时候 小王子也会说 想在家里玩 不想再画画 一能敬 严厉地告诉儿子 这个人生是你的 你负全责 神给每个人一样的天赋 有人愿意付出百分之百 还心存感激 有人只愿意努力 百分之二十还显累 收回这个天赋的人 从来不是神 而是你自己 儿子显然听懂了 他开始坚持 最终成了一个 灵气十足的小画师 拍电影 《我是女王》的时候 小王子一路跟着妈妈 知道妈妈早起晚睡 忙忙碌碌 也知道票房结果 并不理想 他问一能敬 你难过吗 一能敬说 不难过 因为妈妈努力过了 也全力以赴了 努力 也未必会成功 但是它一定有意义 电影《百万美元宝贝》里 主人公麦奇 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垃圾 在餐厅当服务员的时候 打包客人剩下的饭菜 假装是给自己的狗狗吃的 为了他唯一喜欢做的事 拳击 他攒钱到拳馆 缴会费 找教练 终于打动了训练出 无数拳王的教练 在他终于经历了艰难险阻 和梦想一步之遥的时候 他却因为一次意外 折断了颈椎 他祈求教练 结束自己的生命 教练愧疚自己 教他打拳 还不如 让他做一个普通的女孩 老朋友安慰他 每天都有人自去 你知道他们最后一个念头 是什么吗 我从没有过机会 但是他得到了这个机会 你知道他的念头是什么吗 我干得不错 有时候 努力的结果未必如意 但那个曾经为梦想而努力的自己 就是最棒的奖励 有远见的父母 多少都有点心狠 人生的路 从不会一帆风顺 所以 有远见的父母 才多少有些心狠 曾经看过美国一个广告 一个小男孩在房间里 偷看踢踏舞表演 被爸爸发现了 第二天一大早 爸爸送给他一个盒子 小男孩兴奋不已 以为是武鞋 可是没想到 是一套 跆拳道服 随之而来的 是每天艰苦卓绝的训练 孩子不懂爸爸的用心 却咬牙坚持 直到赢得 跆拳道比赛的那一天 爸爸又送给他了一个盒子 男孩打开一看 正是自己 心心念念的武鞋 很多人不理解 这个爸爸的用心良苦 为什么要逼孩子去学 他不喜欢的跆拳道呢 可是爸爸的一句话 揭开了真相 我尊重孩子的兴趣 却不想让他觉得 一切来得太容易 古神巴菲特 曾经对孩子说 吃苦会让人一生受益 所以他教育儿子 从小自食其力 步行上学 没有豪车接送 离开大学之后 也不给他零花钱 儿子创业 爸爸也不肯出钱 古神的儿子悲惨到 要去银行借钱 一度成为坊间流传的笑谈 但巴菲特的想法 却很有远见 你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要看你自己的本事 有远见的父母 多少都有点心狠 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 养育子女 从来不是让孩子 吃饱春暖这么简单 孩子未来要走的路 还很长 他们最需要的是 努力向上的力量 在坦途当中 茁壮成长 在逆境中 也不轻易放弃 父母 未必都望子成龙 但每个人都希望 孩子有一天 能够变成一个 成熟独立的大人 能够过上 自己喜欢的生活 可是真正的自由 都很贵 作家童华曾经说 人的一生 就是不断付出 和收获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 会逐渐形成两种人 一种人 因为努力而成功 另外一种 因为懒散而失败 成绩不是一切 但努力才有未来 一个人努力不努力 过的是 截然不同的人生 好了 这就是 今天分享给各位的文章 愿每位父母 都能够做好孩子 生命的引路人 让孩子拥有 更加丰富的人生 来到最后 一成绩 优优独立的 很难养 你就如同 给大家食物 装